而且它是所有的屬性都要記 它除了記主之外 它還要記天 記自然神 所以每次記 曾經在這個 在這個甲骨文裡面呢 就發現 就發現了 曾經有用過幾千頭牛這樣的記 各位可以想想看 用幾百頭幾千頭牛來記事 這是需要多少人參與 所以它的記事呢 又不是只有一次兩次 是每十天 然後整年就這樣在那邊排 所以從甲骨的資料就可以看到 早期它還富裕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記 可是記到周代末的時候 如果按照現在的氣象資料去回推的話 它其實是進入了 周代末進入了乾旱時期 到了乾旱時期呢 所以它的農業的生產力下 所以它的祭祀不能再像祖先 這麼樣子的大量 所以祭祀人越來越多 祭祀生平越來越少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怎麼辦呢 然後就站在那裡 對它來講 打別的國家拿別的那東西 不是就是跟我們剛剛看到的西方國家很像嗎 因為是商代這是周代 商代末期 對 不是周代 我們現在是可以用現在的種種地質資料去回推商代 對 剛剛講 就是回推商代的這些信項的資料 現在科技已經可以辦得到 然後可以再推估當時的這些紀錄 所以可以看到商墨的時候其實是進入 亞洲地區的進入一個乾旱時期 我們在講到一半就講到氣象 天氣的變化影響到一個朝代非常嚴重 所以它的戰爭就越來越平凡 因此它用的方式就是 贏為貨 搶別人的東西 殺別人 所以到最後當周朝要反的時候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投到周朝去 道理就是很簡單 那 當時是用戰爭 現在 現在這些西方國家有沒有是進進 對不對 你看看 各位 各位 如果 我們把這些講清楚了 你們就突然之間發行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世界要WTO 世界要自由貿易 對誰有利 當然是對華達國家有利 對不對 阿達國家 剛剛我講了 把你的聰明的人弄走了 然後呢 專利是他的 生產出來污染在你的地方 利潤60%到90%是到他的國家去 他大量生產 你只能夠小量生產 所以他進來的東西成本都比你低 然後簽約 對台灣來講 台灣已經走過了40年50年 我們是抱美國人的大腿 所以我們自己不覺得 可是 當你抱不動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會很快的被美國人一腳踢開 因為對他來講 你沒有什麼經濟家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 我們的這些商業 我們這些工業界 要努力的抱美國的大腿 你看到我們的 代工的都是美國的 都是美商的 早期還有一些日文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講 我們二人呢 已經變成 跟在人家後面了 一個煙行 不好講太難聽的話 就是煙行正當中的鬼伐 一直厭 我們只會看人家做什麼 我們也跟著做什麼 我們無畏能力 所以 現在的西方國家 怎麼進行 西方的這一套科學理性主義 認為人類的文明是上千層 可是在所有的天下 所有的環境 反應的是人類走在危險的道理 這其實呢 不需要等到這麼悲慘才知道 在中國 我常常講 孔子 不是儒家 孔子是儒家 是被判斷的判斷 孔子說束了不做 所以孔子沒有立家 孔子沒有說我是儒家 他沒有創門派 他沒有創門派 他說我是束而不做 那他束什麼呢 先生圈 留下來的種種的教訓 早就總結教訓 在中國 當中國孤立在 我們的祖先 孤立在亞洲這一塊地方 各位可以想 我們的詩巾 我們詩巾裡面 曾經歌頌過 他家的旁邊 後面山上就是 綠藝的聲音 裡面有老虎 有獅子 還有大象 想像得到嗎 中國北方有大象 可是現在 在地層裡面 可以看到的就是 所以表示 中國的北方 當時是非常富裕的 黃土高原是非常的茂盛 可是當時的人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這是在中國文化上的一個缺憾 中國人鼓勵生 不是只有生育 中國人所謂鼓勵生 是因為認為 這個世界之所以非常的繁榮茂盛 是因為不斷地上天不斷地在生 所以中國鼓勵生 我們對生非常的看重 但是我們卻沒有想到 人口因素 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我們曾經算過 一百萬的人口 如果按照 馬爾薩斯的人口 一個生兩個兩個生四個 這樣的幾個技術上去 一百萬的人口 只要兩百年 就變成一億 兩百年 過了多少年 多少年七八百 所以人口不斷的膨脹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黃土高原 在詩經裡面寫了多美的黃土高原 現在是一棵樹都沒有 為什麼? 人口增加了以後 土地不夠用 土地不夠用 農作物不夠用 就把森林砍掉 再撞 這事情發生在哪裡現在? 巴西 南美 全世界 自然科學家 一直在那邊呼籲 博物學家 知物學家 巴西的整個森林是地球的廢 可是 現在是每一天 一個足球場的面積 聲音被砍掉 為什麼? 要錢啊 把聲音砍掉 中大豆 中瑜 要錢 為了要趕上什麼? 趕上歐美國家標榜現代人民的生活 我要汽車啊 更有錢我要坐飛機啊 我還有錢我在海邊 我要開遊艇啊 這些是人的必須嗎? 這些都不是人的必須 但是他們標榜的就是 來啊來啊來啊 然後他們就坐 你要卡車 我給你卡車 你要飛機 我坐飛機給你 你要Youtube 我給你Youtube 我們剛剛才在後面談 一輛汽車 各位想想看 我們現在賣汽車 汽車變成你的必須 很多人都要汽車 年輕的人 剛進市 社會 無子等可嘛 然後買一輛汽車 一輛汽車60萬 70萬 80萬 現在要100萬 100萬你要顧多少個月的薪水 為了一輛車 你要替他工作 各位有沒有想過 那個汽車公司 為什麼每一年他們的貿易額 他們的賺的錢都用千億來算 他的成本 你用60萬買他的成本 保保不到5萬 這就是西方的商業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我們正統的商業 講的定價策略 顧價價值 都教我們年輕的 現代的商人 怎麼樣一塊錢去賺一萬塊對不對 I'm smart enough 所以我賺得到 可是在古時候的 我們的祖先 賺十分之一 都覺得非常的殊愧 那叫不老 所以現在的商業西方傳進來的觀念 所謂商業行為就是怎麼樣把對方榨乾 他還要感謝你 謝謝你給我文明 這就是我們現在接受的西方觀念 這些觀念跟誰有關 跟心理學家有關 西方的文明 是當一個所有的物質 最後開始把人當一個物質來營救 把人的心理反應當一個物質反應來研究 所以他非常的清楚 人的反應會怎麼樣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過了對不對 誓得多了 這些科學家把人的反應都學會了以後 就怎麼樣鼓動風潮 讓你們會來買我的商品 有多少人買的商品回來 用在家裡 用了一次以後 十年搞不好 就沒有再入過第二次 當時就是被鼓動的非常的激烈 不買不行 不買的 商業手法 驅動人類沒有必要的欲望 這就是希望 所以我們的祖先早就在書裡面告訴我們 天是不可測 你以為你可以控制嗎 我們現在科學 你覺得我們可以控制這個自然界嗎 早就告訴我們情節才有多 所以你如果在上書裡面 你看上書 多早以前 他說 一隱